在这个DCGN当中啊,咱们上一课是不是就是给大家说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带卷机的对抗生存网络啊,它这个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是吧? 它就是有它的片温温温温当中,它使用了一个带不长的卷机啊,取代了它的一个出发空间啊,让自己去学下载样 并且呢,生存文件当中啊,让自己去学它的一个上载样 机构函数啊,稍微变了一些啊,用这个Diclay的一个软路值 加上了Bitch Normalization啊,这些咱们上一课都说过了 然后下面图当中啊,就是我的一个生存器啊,还有我的一个判别器的一个架构 它是怎么做的,生存器啊,它是咱们由这样一个100Z啊,这样一个噪音得出来最终的一个64乘以64乘以3啊,得到一个实际的图像 它啊,其实说白了干一件什么事啊,把之前咱们用一个基本的神经网络结构 转换成了啊,用卷机的一个结构嘛 只不过说还是一个全卷机的,就是里边只有卷机,没有其他的一个东西啊 这就是我的一个整体结构,它是长什么样子 这个流程啊,跟我们之前讲那个,咱们的一个基本之音啊,还是一样的 还是啊,按照我们的mini数据当中啊,我们把数据拿出来 然后呢,构造我生存器的一个结构啊,在构造生存器结构当中啊,这一块啊,我们就需要先自己,就是先自己写好我们的一个 从上到下的一个网络结构是长什么样 这一回啊,我们在用这个DCGN的时候啊,我们把这个网络结构定义的又稍微复杂了一些 我们来看啊,就是说这一块啊,首先我先定义了一个Variable的一个scope域吧 这个是需要的,就是我们指定好了当前那个scope域啊,它是一个生存器,它是一个generator 然后呢,第一层做下什么事啊,第一层是不是说,嗯,咱们要做咱们的一个反卷机 得让你的一个输入图像啊,它底是能去做卷机的一个格式才行啊 什么样的格式能去做咱们的一个卷机啊 是不是它底是就是一个四维的啊,一个Bit Size乘上H乘上W乘上一个C啊 那这里咱们想就是,我要做的是一个反卷机 所以一开始我希望什么啊,我一开始咱们想就是说咱们正常做卷机什么样 正常做卷机,我最终得出来的一个特征图应该是H,W都偏小 然后我的一个C是非常大的一个值吧 那现在,我要做一个反卷机 所以说我初始情况下啊,我的一个初始条件 我们要先把我的一个图像转换成跟最终结果类似的吧 咱们正常卷机最终结果没准是这样一个4乘4乘512 所以说呢,在反卷机当中啊,我把我的一个输入啊 先转换成我最终类似于最终的一个结果,在最终类似于最终的结果上啊,去做这样一件事 然后呢,进行Reserve操作吧,加上了我们的一个Bit Size 所以说,给转换成了一个4为Bit Size乘上4乘上4乘上4乘上512 然后咱们刚才说那个DCGN的时候啊,我们要加上一个东西吧 叫做一个Batch Normalization 所以说在这里啊,我加上了我的一个Batch Normalization项 把这个Layer传进去啊就可以了,这就是我的一个Batch Normalization 然后呢,然后加什么,还加上我的一个软路纠换数吧 软路纠换数啊,非常简单啊,就是Max里边之前是0多号X吧 现在呢,不是0,而是一个Alpha,Alpha是一个非常小一值啊 比如说0201乘上一个X,跟X再进行一个比较 然后呢,在这一块啊,就是还有加上一个DropPort层吧 把我们之前啊,能加的东西啊,都给它加进来 这就是我第一层网络结构的一个结果 得到了一个4乘4乘上512值,并且做了DropPort 做了咱们的一个Batch Normalization 然后要做什么,要做反卷机吧 要做反卷机的时候,咱们可以想的就是 我在执行卷机的时候是什么 HW变小,然后特征图变多 那所以说反卷机的时候呢,HW变大,特征图变小吧 比如说啊,现在我想由这样一个4乘4乘512的 变成一个7乘7乘516的,乘256,怎么办呢 Tensor这里啊,其实TensorFlow当中有两种,有两个函数啊 都是可以去做咱们这样一个Cover2D的一个Transpose 咱们用这种比较简单的形式啊 在TensorFlow的Layers里边,有一个Cover2D的Transpose 把我的输入Layer1传进来,这是256啊 这是我输出的一个结果的一个值,并且呢 传进来你的一个Thread值,并且你的一个KernoSize 再次传进来,Pedding项啊 咱们暂时啊,先给它指定这个Valid啊 相当于是不做咱们的一个Pedding 这样呢,我就可以得到了我的一个结果是7乘上7乘上一个256的一个值啊 这个4相当于是我的一个KernoSize的一个大小 然后呢,我的一个Layer2啊,还是做咱们的一个Bestonomization吧 做完之后,做我的一个,就是那个变形的一个软路 然后再做我的一个招炮的 这个啊,跟咱们之间都一样吧 然后咱们再接完来看 Layer3呢,Layer3也是一样的吧 由7乘7乘256,变成14乘14乘14乘上一个128 那这里啊,还是怎么去做 还是咱们Layer4里边掉Cover2D,掉它的Transpose Layer2的一个结果传过来,得到128个特征图啊 咱们的一个大小是等于3的 虽然只等于2,Pedding啊 你可以有选择的自己进行一个添加 Bestonomization啊,咱们做这样一个软路 做这样一个招炮的 然后最终呢,我想一下啊 最终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啊 最终的结果不是想得到一个Mainest的一个数据集吗 Mainest数据集是所大的啊 它是一个28乘以28乘以1的 所以说在这里呢,我要做的一件事啊 就是把我的一个结果映射到一个28乘以28乘以1的一个空间上 这个AltDame啊,就是我最终的一个Channel啊 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做的是一个灰度图 所以说它等于1 你要做一个彩色的图啊 它就是等于3的啊 咱们还要做最终的一次反卷机 做完最后一次反卷机之后啊 就得到了一个28乘以28乘以再乘上一个1的一个结果啊 然后呢,对于我的一个结果上来说啊 就是我还要把它进行一个resize操作 这个resize操作啊,咱们一会儿再去做啊 咱们现在得到了一个output的一个值啊 output的一个值,我们来看 我把它映射到了一个弹劲的空间吧 所以说它的一个范围啊 是-1到1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值 然后呢,把我的output给转回去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生成器啊 它是从这个反卷机的角度来说啊 它做了一件什么事啊 一步一步的给它反卷机下去 然后呢,我的一个判别器啊 我的一个判别器它是怎么去做的啊 判别器就更简单了 就跟我们正常的那个卷机神经网络啊 做分类是一样的啊 现在我们这个输入大小是什么啊 它是一个28乘以28乘以1的吧 那这一回我们需要给它什么啊 它是正常的卷机啊 正常的卷机我希望HW变小 它的一个channel变多吧 所以说呢,把28乘以28乘以1 转换成14乘24乘上128 然后呢,我的第一层啊 就是在这里啊 原始流行当中啊 它说啊,不加上这样一个bisualization 那不加也不加吧 先给它进行一个抗文2D 这是正常的一个抗文2D吧 然后呢,去算啊 它们的一个9函数 然后加上这样一个招抛的值 第二层,第三层 甚至到最终的一个层 这个咱们就不用我给大家一个句说吧 这个都比较简单啊 在这块都写出来了 每一层计算完之后 它的一个结果 由14乘14乘128 变成7乘7乘256 其实对比上来啊 就是原来就是这回啊 我们是从大到小 咱们刚才是从小到大吧 有特征变到数据 有数据变到特征啊 其实是都可以做的 你可以去做咱们的一个卷机啊 得了特征 你可以做反卷机 得到咱们的一个数据 然后呢,做这样一个拉平吧 把我最终的一个数据 我最终得到了一个4乘4乘上512 那得到了一个数据之后啊 然后把这个数据给它拉长 给它拉成这样的一个列项量 拉成这样一个列项量之后啊 然后我想得到最终的结果吧 得到最终的结果 哎呀,你需要给它做 还记得连上这样一个圈连接程 这是个圈连接层吧 连上我的一个圈连接层 比如说一个圈连接层啊 最终得出来它的一个啊 最终得出来它的一个结果 是等于什么的 那你再把最终的一个结果啊 给它SIGMODE一下啊 就得到这样的一个概率值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 我的一个判别器 它做了件什么事 其实呢,我想做什么 我想要做的一件事啊 就是它属于0 它属于1 这个类别的一个概率 是等于多大的 所以说最后面呢 我又连上了这样的一个 SIGMODE函数啊 相当于是帮我啊 做了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 分类的一个任务 那最后呢 我Return啊 咱们的一个啊 把我的一个Loudis 还有Outputs 给它Return回去就可以了 Outputs啊 是我的一个概率值 Loudis啊 相当于是我的一个得分值 这个是我的一个 就是判别网络吧 很简单啊 就是卷积神经网络啊 给它进行特征T-T 然后再做一个分类任务 这个目标函数啊 这个跟我们之前来说啊 其实上都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发生啊 一些其他的 没有发现一些其他的问题 只要说啊 加这块加上一个东西 叫做一个Smos 平滑的一个处理 原来咱们的Label是什么样 原来咱们的Label就是 要么是0 要么是一个1 现在做成了一件什么事 现在它是不是1 比如说 这个1这个值啊 可能太绝对了 我给它变成0.9 变成一个0.8 这个东西可以做 这样一个平滑像 在这个对象生互当中啊 这个论文是层出不穷的啊 论文当中啊 就是哎呀 觉得都是很多意义 不是说意想天开吧 很多各种各样的 7字妙想都加下来了 加进一上一些东西啊 都会使得模型效果 改变一些的 比如说这里 我加上了一个平滑像 加上了一个平滑像之后 让你的Label就是没那么绝对了 它也会使得 最终效果稍微好一些 这个就是在我们做Label的时候啊 One Slack啊 One Slack的时候啊 我们加上这样一个平滑像 Zero Slack的时候啊 就不需要了吧 因为0成任何数啊 都等于0 所以说呢 只等于这样One Slack的时候啊 咱们加上咱们的一个平滑像就可以了 描述数啊 跟之前都是一样的 然后优化器啊 优化器也都是一样的 这个都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跟我们之前优化器都一样 我Jane Ritter 尤其是优化的是它对应的 就是它这个 咱们刚才不是指定这样一个Score域吗 Jane Ritter这个Score域 优化自身的 咱们Discriminator 它是优化它的 在这里我们来看 分别两个流化器吧 分别优化它们自身的东西就可以了 跟咱们就是之前啊 讲那个GN啊 都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呢 这是我们显示图片 显示图片就不说了 咱们来看一下 我最终的一个结果吧 最终的一个结果啊 这个也是比较简单的 还是都是一样 训练的过程啊 这个东西像一个模板似的 我们只需要写好这样一个NES的Batch函数 用NES的Batch函数啊 把我当前的一批数据给调进来 一批数据掉下来之后 有优化器了 直接塞针点 run一下我的优化器 Fear the internet 把我的输出去传进去 这不就OK了吗 这就是我怎么样去优化 我的Jane Ritter 还有咱们的Discriminator啊 这就是我的一个优化器 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更新 然后下面啊 就是我可以进行一个打印了 然后你想迭代多少次啊 他打印一下当前的一个结果 这些都是跟咱们之前啊 是英文一样的 然后他的一个随着我的迭代 他的一个epo吃 他的一个变化啊 然后我的两个分类器啊 他的一个loss啊 他也是发生不断的一个变化的 最终这个loss变化 是会达到一个稍微小的一些值吧 但是不会绝对小啊 因为这个绝对小比较难 因为他俩本身就是一个对抗的一个问题的 然后呢 随着我的一个迭代啊 得到了最终的一个网络结果图 那咱们可以来看一下吧 就是我用这个Discriminator啊 生成出来的结果 要比咱们的那个普通的GN 生成出来的效果好吧 起码就是这个东向看起来 它是更清晰一些了 所以说啊 就是咱们当前这个阶段 对抗咱们基本的那个GN啊 只是一个提出的理论的一个思想 现在呢 我们在做一些实际的一些 对抗生成任务的时候啊 我们都是用DCGN是比较多的 还有叫做那个C by CLE啊 GN也是比较多的 GN的方法现在已经是层出不穷了 可能针对于不同的任务 还有不同的一系列方案 一系列措施 都可以去做这样一个任务的 那这个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DCGN啊 它做了一件什么事 说白了啊 就是一个卷积 和一个反卷积的一个过程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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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